中華郵政業務在了郵政相關聯誉以外 也限制了省錢、費看、不欠重點簡單的金融合佈 為了提供中華鄉親最郵集更方便的合佈 中華郵政中華郵教十五號的報紀憲局長的交接 有無質量加領中華郵局長的支部 高知醫生由中華郵政公司主任秘書感到 有無質量加領局長的支部 郵教因為分行很多 對很多人來說 在郵學改變 不管是怕破、怕東西 甚至是缺錢、領錢 都會利用郵教來辦理 讓郵教想為大家的合作品 中華郵教這幾年來 全地道理恰恰恰武的工作 在今次網絡當中 都能看到郵教出錢、出力 這次中華郵教教典是年年九月退休 也感謝鄉親的支持 郵政中華郵教教會可以順利推動 我從去年3月12日接任彰化郵局的局長職務 到現在有一年十個月又三年 非常感謝我們彰化郵局所有同仁們的支持與協助 讓我們的各項事務都能夠順利推展 能夠讓我今天面臨這個借領退休 能夠圓滿的工程生退 非常謝謝大家 家臨的協定吳智亮是對婚人調過來 對中華郵教 以表時將起手推動郵務電腦化 儲經自信化到自善化化 依照我們的董事長的所謂的三話 就是郵務電腦化、儲經資訊化 還有一個是資產活化 就是我們三樣 還有現在我們目前正在推展的愛郵箱 這是我們的重點業務 再來就是我們彰化郵局一直保持著很好的傳統的業績效 我們希望說這個績效能夠最少要保持 不敢說一直要進步很多 因為我們已經算是很好的名次了 中華郵政雖然是百年老店 但是今年來以新書為土電信業務 讓中華郵政不夠繁地郵政 也可以提供中華鄉親 提供各個郵資和方便的各種富家金融合佈 新中華新聞北妙林中華 蔡宏博德